Find your dreams come true And I wonder If you know What it means What it means 小時候 我想每個人都應該 特別現在的朋友都可能小時候 更加容易 我小時候就因為聽收音機 我也是聽雙台大 所以那個時候就聽很多 世界上很多的聲音 回聽Beatles 到那時候剛剛興七十年代 Queen 所以這幾年的回歸 就很震撼 再到八十年代初 就聽很多MTV流行 你們的年代就是YouTube 那時候流行MTV 我們會看到很花枝招展的樂隊 David Silvian Boy George 有些女性就會 特地是Uni-Sex 就比較中性化 其實世界很顛覆 而且世界很精彩 所以我們十多歲的中學生 就很迷這些事情 Beatles 帶給我那種很自由 很帥氣 而且很感動 譬如我第一首聽他們的歌 就是Let It Be 對於一個屋邨 單身家庭長大 我會覺得感染力很強大 而且他好像在跟我說話 之後八十年代 就開始進了電台之後 香港就有一些 都不是叫Indie Band 叫Underground Band 其中一對Underground Band 叫Beyond 那時候她的經理人送 然後我把劇情帶給我 說你試試聽一下 喜歡就播一下 那時候我上學 開了劇情 那些Wokman仔 給我帶著上學 我就覺得 哇 一起高 全 rock and roll 那時候開始慢慢想到 多了一些關於 rock的東西 搖滾的精神 然後我又把這些 和我接觸過的西方音樂 那到底其實 什麼是 rock的精神呢 譬如我也有聽一下 Depurple 聽一下Led Zeppelin 也有聽一下 Worling Stones 那這些搖滾其實是 什麼一回事呢 那我再慢慢在那幾年 又探索很多六十年代的 一些文化現象 和一些運動 其中最重要的是 烏士托克 剛剛今年也是五十周年 烏士托克那裡的精神 和搖滾精神有點相通 都是代表著一些 新思想 新方向 一些解放 一些改革 所以 1969年的烏士托克 不只是音樂運動 它還帶來了很多後來的環保 女性主義 甚至乎學運 社運等等 很多的一個缺口 在那裡 所以我就有幸在1994年 他們25周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都是全場的 就和了幾個同事 一些唱片公司人 就飛去紐約 就參加了25周年表演 那個時期 哇 那個組合真的很強勁 除了有六十年代 沒有唱到的 Bob Dylan出來唱 Santana Joe Crocker 這些六十年代的人 但是 新一群九十年代 都很厲害 我喜歡的樂隊 有 Cranberries 他們現場唱Dreams 夢中人 王菲可不可以改編了 另外 Green Day 剛剛出到很久 但是他們已經很厲害 還有一些比較尖端 邊緣一些 就是 Nine Inch Nails 那些工業操音 還有一些 我想還有一些 Cypress Hill 還有 很多圓化的 去到一些神級的 Peter Gabriel 一些講人權 還有玩很多新科技的 一個音樂人 很重要的啟發 來的 1994年的8月 所以搖滾對於我來說 已經幻化到 基本上是一種音樂 文化人類追求的 很龐大的精神 是要一天一天去生活 一天一天去愛 那你就會一路一路發掘 更多更多的可能性 Hip Hop跟搖滾有某些共通 就是很反記制的 當然搖滾慢慢地老化了 要再進化才可以再反記制 但是Hip Hop 慢慢地蛻變的時候 他們由很地下的東西 慢慢成為了一些 都試過很主流 其實1994、1995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大堆這些節目 都有介紹一下美國東西案 還有那時候有很多叫Gangster Rap 還有Notorious B.I.G. 我們都有留意 還有說回那時候有很多槍殺案 近年有很多Netflix那些片 說回那些Documentary 我也有看一看 回憶回二十多年前 其實Hip Hop 由美國開始一路爆炸爆炸 我們有涉獵一下 另外也有一些Cross Over 我想其中一首你都一定有 就是Run DMC和Aerosmith那一首 Walk this way 那些都是 又是將搖滾和Hip Hop 甚至是流行化了整件事 甚至是香港的朋友 例如LGay 他們二十周年 我其實跟他們都有些合作 MC人剛剛從巴黎回來 讀完Fine Art 他都還未配合LGay 他又配合NT 那時候我有個電視節目 叫做國際音樂天空 都會有一些本地樂隊 介紹一下樂隊 人實是很棒的 他的態度已經很Hip Hop 一邊吃香蕉一邊做Live 我那時候的節目 逢星期六四點到六點鐘 就做Live 即是有樂隊 後來有一些DJ在那裡打碟 那是推動了很多這些 有Dance culture DJ culture 還有有Hip Hop的東西 我也收拾了一些碟 第一就是David Bowie 版本龍一 David Sylvian Japan樂隊的主音 Sylvian是影響很深的 包括瑪瓦那麽沉的聲音 我小時候學他唱歌 是啊 Japan樂隊 我看的第一個Show 剛才我講的 就是在AC Hall 看過JapanLive的歌 來完沒久之後 樂隊已經解散了 最大的電影就是 《戰場上低花樂聖誕》 裏面的男主角就是Bowie 和Sakamoto 而配樂的都是Sakamoto 主題曲只有一首 就是David Sylvian唱的 還有寫詞的 所以這個三角關係 就影響了一輩子 都不只是我一個 我想80年代成長的很多 樂迷、年輕人都會 多受這部電影 和這幾個音樂人的影響 很夢幻 現在突然想起 就是那個年輕人 十歲八歲的時候 可能聽《Beatles Let It Be》 然後慢慢 什麼歌都要聽 什麼歌都想聽 音樂 related的 電影 影像 攝影 展覽 音樂會 時裝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好像環繞著一個 原心不斷轉 不會聽某些類型 而 例如《Beatlese》 我女兒教我聽的時候 又很幸運 她剛剛出道 《Beatlese》 去年 前年 現在這樣說 她在《Summer Sonic》唱 我又飛去看她 嘩 這個年輕人很爆炸 她和歌 三個人已經玩過大場 然後又有些很巨型的 在播出一些影像 所以 我什麼都嘗試 年輕人的東西 我又聽一下 我都希望可以做電台DJ的角色 就是 要不斷去 去試新東西 當自己是新鮮人 我想 音樂 在現在這麼 紛亂 和 是非黑白 不分的時代 更加需要 大家在音樂裏面 去找回 古一絲希望的一種 能量感 甚至乎是方向感 今天出現過的 無論由《Beatlese》 到《版面龍日》 到《Bowie》 到你介紹很多很多的朋友 其實他們 為什麼要做音樂 為什麼要不斷探索 那麼多不同的可能性 都因為我們覺得 世界還要向前走